这个天文历法很重要,我们深入浅出,先从这个基础的慢慢一起大家研究 这个阳历,我们前面说了元旦,1月1号,这是阳历年 然后阴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节,正面出一月亮的历法 阳历,要叫这个西洋历,公历,西元历,公元历等等 自古这个太阳这种历法,很多密度都有,包括古埃及等等都是用这些 用英历的呢,也有一些国家,当然伊斯兰比较大,他们都有英历 那些地方,然后中国呢,是把这两个,就是后期恒早恒早就结合在一起 又加入了甘汁纪念法,这个甘汁就重要,它是以这个春节为坚守 当然以前有过这个一些变化,但最终它是调整过来了,一些学术,我们不在这说了,这个像八字啊,像西方的星座啊,这些都是以这个春节那个时间为主 然后,当然紫微斗树啊什么,它就是用英历 除了这些,可以英历阳历,甘汁历之外,据说这个英历,它就叫农历,那有的说甘汁历是农历,其实不要计较吧 这个据说,也都是皇帝时期,就开始用了,公元前两三千年了 甚至,耕草这些,不深究了,那这个我们中国都是讲实用主义 你看,这个甘汁历,它就是以这个回归年为主 就不是跟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前面背过节气歌 跟这个1月1号这个杨历很近,一年差个20分钟 20分钟21秒吧,24秒,反正前后也会有偏差 因为天体它,它一直时间长了,它有这个所谓的理性力 理性力,等等,转转就跑遍了 这个,像地球呢,它这个本来是有轴嘛 按说它转一圈围绕太阳,它应该回到那还是那个时间了 那,就是不考虑外离其他的 那,那它,但是它这个轴,它就像土鲁一样转的时候 把这个陀螺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这个平着转的 它会有这样,摆动的这样子 所以,它摆的时候也是有规律的 到这个时间,它提前就到这个春分了 所以说,我们中国都是以这个为主 以太阳时机,这个规律的照射为主 而不是说,等到它真正转了一圈 那个对我们的实用价值并不是很大 二一个是我们参考的细不一样 当然,也就是实际的一周也有它的作用 但是我们中国,反正全都融在一起了 包括后来的这些这个,一些什么星啊 那这些这个吉凶啊,老黄历嘛 你看那些什么,几龙质属于几牛耕田呢 那个,而且都很准啊,很很奇怪 当然主要是中原地区啊 以哪为准,就是以哪为,就非常形象的 这一年提前什么什么,遇到怎么样冰了霜了 之后它就会怎么怎么样 这个大的天的这种规律 我们中国早就发现了 又怎么发现呢 天然传的呢,还是我们经验学说呢 这个又是两说了 但是,光我们慢慢学,是学不来的 所以你明白了吗 很多东西圣人传,仙人传,再说啊 那个,包括皇帝啊 就是九天玄女传给他什么什么 他怎么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的 我自己也有经历啊 然后,这个古代是割首人还是 就省库也不重要了 就是他的这个,曾经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但是后来没有用 所以说,搞得我们现在要割四个年 那也很好嘛,就过了嘛